字幕提供 李宗盛 李宗盛 有明你好 我叫沛 今次第一次交货 經常聽你們說 秀莫蘋果區很猛鬼 其實我從來不是住那邊 之前都沒有發生過任何事 誰知一搬去那區,怪事就出現了 當時我和我媽、爸爸和妹妹住在那裡 其實是一些新樓,我和妹妹一間房 我姐姐是自己一間 沒多久姐姐嫁出去 因為我妹妹那陣子要考試 常常要開燈溫習,太光了,搶著我睡覺 於是我搬去姐姐的房間睡 有一次被鬼閘和,是人生的第一次 我之後怕搬回妹妹睡 自此之後,經常被鬼閘,閘得慣了 之後當我嫁了,搬去秀茂坪區的居屋單位 那裡只要等,不用我多說,可能大家都知道 開始又來了,又出現被鬼閘的情況 我和小姐一起睡在床 她爸爸出廳睡,我睡著睡著,就好像做夢 放心,我知道你不喜歡聽夢 但是有後著的,因為夢境和房間一樣 我兒子睡在我旁邊,我知道應該不是夢 我看到三個黑色的影子站在身上 我感覺到三個都是男人 其中一個唱著英文歌,一個唱廣東歌,一個沒有出聲 但我完全聽不到他們的歌在唱什麼 總之是唱歌聲,即是知道那些語言是什麼 因為我都被鬼閘習慣了 所以我知道要怎麼做 還有聽你的節目聽得多 就說粗口,念經那些,我什麼都做齊了 我就說,有什麼不要搞我兩毛子 你要搞的是出廳摘他爸爸 因為我老公不相信這些 所以我就隨便亂說 之後又真的要回來了 其實我床上有些金剛經,我馬上拿回來 然後我說兒子看看有沒有事 他幸好是沒事 那幾天之後,兒子的爸爸 他的行為有點怪怪的 他無緣無故說很大壓力想要死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無緣無故這樣說 但是他真的說要死 還說見我們最後一次就去死了 我聽到他這樣說,我當然害怕 叫他媽媽上來跟他聊聊天 因為我聊到沒話好說 還有,兒子又這麼小,你想去死 為什麼?好像沒有原因 不過呢,當他媽媽跟他聊天之後 他又沒了事了 我也不知道他媽媽跟他聊了什麼 還有想回頭 究竟我說叫那個靈體出去摘他爸爸 是不是跟他說想去死有關呢 唉,我到今天,我也不知道 好啦,今次的經歷就分享到這裡先 喔,原來剛才有人就說 Ivan的個案都說過一次 對,還有很多 對,有些人沒有聽過 好啦,今晚依然說高靈歌手 我也算是高靈歌手 是高靈是靈界的靈 是啊,當然 還是年齡的靈 我們這裡說高靈一定是靈界的靈 放心,不用怕 好啦,我們先聽一下電話 陳小姐,哈囉陳小姐 Hello Hello,你好,Edmond 是啊,還有Ivan Hi,Ivan 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今天講一個泰國報吉三日兩夜的故事 好,對了 我們待會兒Ivan也會講一個 關於泰國的事件 好,來 OK,首先我要PS了 因為這三件事要講了你們才會明白 好 跟著下去的事 首先我是帶兒室睡覺的人 嗯 還有呢,我去那間酒店 已經是六點三左右 應該是半刻的了 嗯 那第三件事呢 就是我朋友呢 就做完手術 大約一個月左右 是腳手術來的 好了,這三件事不講第一天 那我第一天睡覺 我知道你不喜歡聽夢 但是有頭著就可以了 是的 那我發夢了 因為我看到一個女生 跟我一模一樣樣的 嗯 講廣東話的 嗯,跟我說 你知道嗎 現在你在睡覺的地方 是我以前住的地方 嗯 然後那個鏡頭呢 就好像做電影那樣 就製造了去 一個山頭 一級一級的山頭 然後有很多骨灰 不是骨灰針 就是整天是骨這麼大的針 嗯 放得很亂的 那我就 嚇醒了 嗯 嚇醒了之後呢 我就下去吃早餐 那我剛剛說 我的朋友是做了腳的手術 所以我們就會叫一架 車仔 那些是Golf那些 就會送我們下去 那我送下去之後呢 我就下去之後 然後向上網 哇 這個山頭 嗯 我真的完全感受到 是一級一級一級 一級 這樣起的 全部的墳頭 因為全部都是Bungalow來的 哦 那個酒店 全部BungalowBungalow 你會明白那個 我心想 哇,什麼事啊 我跟我朋友說 我朋友說,哎呀,你做夢而已 這樣 Anyway 那到同一天 那我朋友呢 就沒有喝酒的 但我呢 就 敵手不遷的 但我想看書 那我開了一眼凳 那我朋友呢 就背著我睡覺 我們分床 大家記住 那他就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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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從左邊還是右邊看著我 他說,你叫我做什麼啊 我說,你不要睡著啊 你清醒一點啊 我要去廁所啊 因為我已經感覺到 他是聽到我叫他 但我是沒有叫他的 OK 那我就立刻去廁所 不要啦 那我就睡覺啦 不要 不理啦 Anyway 那到最後那天 我們去那兩天 就說明 那早上呢 我就由我的臉 就在他的右手邊 那我就醒了 但是天亮的 因為有少少光 很少的光 入了來 我知道天亮 那我看到他去廁所 那他去 我心想 他都醒了 非常好 那可能早點下去吃東西 對不對 那我在兩三秒之下 我令他 他走左邊 我令他右邊 即是他的床那邊 他背著了我的別人教我 哦 即是一個人來的 是 絕對是 因為兩三秒 他沒有理由去廁所的方向 然後去回自己的方向 因為我說了 我是失耳睡覺 所以我聽不到聲音 那我就看著他 直至到他醒 因為我不敢動 即是不敢動 很大動作 那些 我不敢 即是我不想 看著他起床 我問他 我問他 其實你有沒有去洗手間 蛤 他說 有 他說有 即是我要確認 那時候他去發表 即是不會 其實我知道 那我再確認 我說你是早上去 還是早上去 即是光了 還是晚上去 晚上去 因為喝酒 通常病神 死不死 一定會去 我想的 接著我就 呆了 那那個跟他一模一樣的樣子 看不到樣子 我看到身形 睡覺的睡衣 是 exactly 一模一樣 睡衣 跟你的朋友一樣 睡衣 其實會不會是靈魂出了竅 有可能 早上 早上 八點幾 九點 靈魂出了 不是啊 你不知道 睡著了 其實大家可能有個很奇怪 日後就不會見到 日後沒有靈魂 會的 其實日後也會的 其實純粹原神 越來越強 是啊 有可能原神出了 又或者靈體扮了它 兩樣 其實我覺得 那個是靈體 很肯定的 因為沒理由兩三秒 它可以這樣飛過來 還要背著我 蓋了皮 這樣睡 不可能的 但你說那個靈體 跟你的朋友衣著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所以會不會是你的朋友的靈魂出了竅 靈魂出了竅 應該沒有穿衣服的 是嗎 不一定的 其實靈魂是沒有意識形態的 其實只不過他的腦電波 你跟他的那個 好像收音機頻道一樣 是detect了 你腦裏面的一個投射形象 兩個可能 我覺得是 兩個可能 其實這個經歷也挺正的 因為我也試過有一次自己睡覺的時候 我明明在那個夢裡面很急了 我是去了磨的 我是去了 但是呢 我走回去床 你不是回來見到自己睡了嗎 我真的有 試過的 真的 怎知道想磨磨磨磨 你以為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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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 會的 因為當你的人的原神不定 還要出了兩次 昨天晚上出了兩次 但為何還會這麼急 這樣就變成你睡不著 這樣你不會賴的 但原來我都沒有離開過 為何呢 我一定會穿拖鞋 因為我走到廁所 但我的拖鞋今天都不在房間 就是這樣 好 這件事是吧 回到香港沒什麼特別事嗎 沒有 沒特別事的 但如果你有空可以問柬埔寨的地方 不過很短 但也是很驚嚇的 有機會說 好 那再和你聊吧 OK 謝謝你 謝謝你 阿曼 謝謝你 再見 好 來了 那件事了 收費時段 是的 事緣是怎樣呢 事緣是怎樣呢 我有一個朋友 我親眼見的 我不見我自己也不相信 他就擺開泰國佛 長期我經常都覺得他是比較 他的精神比較集中 終於我爸爸 就說他長期這樣不集中 不如我寫到符給他 讓他定一定的元神會好一點 是 寫了之後 這樣就吃了 這樣就給他吃了 一吃的時候 他突然說 不行 我想吐 他一吞了之後就想吐 很臭 我想吐 但其實符子沒有味 不要緊 吐了 怎知道 也有一點臭味 其實沒有 因為有食用符子 但吃完之後 沒事了 便吐了 很快 不加一分鐘 他突然說 我的頸子很痛 很痛 痛到是哭的 如是不夠二十秒 睡在地上 真的睡 女生來的 突然之間 他和我爸爸的朋友 很有禮貌 突然之間 眼睛變成另一個樣子 眼睛紅了 眼睛很紅 眼睛不全紅 聲音變成男人聲 然後就說粗口罵我爸爸 叫你不要搞我 為什麼你要搞我 當然裡面有很多粗口字 是的 你是要搞我 我就搞死他 然後我爸爸說 蛤 我沒有搞過你 那為什麼 你明知道有的都要搞我 為什麼 然後不斷 然後 終於真的害怕了 我們全部人按住他 都沒有辦法 很大力 兩個大人 全都在四字 如是者 我現在就害怕 立即打電話給師傅 師傅就說 你們在搞什麼 沒有 原神不一定寫了一套符 他說 你們不要搞那麼多 現在你跟他說 其實不好意思 我們真的不知道你是在 所以我們才寫了一套符 你等我來 師傅就立即在屯門坐Uber過來 然後來到的時候就跟我理解 我師傅不知道 就問了這個朋友 就說 你小時候是不是被人帶上天台 然後我也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這件事 我也不知道 我師傅更加不會知道 然後 他說 是否當時有一個人 突然之間 有一陣風一吹 風一吹 吹了之後大聲 在你耳邊說 跟我走 然後你很大力 一推了那個男人 從天堂跑下來 然後那個男人追不到你 他說 是呀你怎麼知道 我這個朋友是一個女孩子 原來那個是她從小時候 幫她交感了 即是有個靈體幫了她 救了她 利用了她的身體 跟她做一個同修 同修的意思是 其實我也不知道 共同修行 她永遠都會保護她 他們會互生互獎 然後 我記得在師傅來之前 師傅教了我一些東西 叫她先推走了 一推的時候 我感覺到有一個人 是穿過了我 然後我全身都躲避 我簡直是很暈 然後我說 撐得住的 因為我試過很多次 所以師傅知道這件事 我們先說 他說 你們不用擔心 雖然她是太過佛 但她是有同修身 她所有事情都會奉空化吉 但記得 不要再 不要搞她 裡面那個 她已經在 但這件事我本身不相信 好像看電影一樣 但一個女孩子 變成一把男人聲 真的是男人聲 哇 那一下我就覺得 咦? 厲害 還好笑 當她醒來的時候問 哎呀原來剛才這樣 為何你不拍下我 但如果我作為你 我們看到你出事的時候 我們還會說 等一下 先拍影片 我覺得如果你看到的時候 你應該會打我 然後沒有朋友 對 立即吵架沒有朋友 但是這件事 真的親眼看見才會相信 因為就會發覺 其實很多時候 在靈界的朋友 不一定是 你要去看到 他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意識形態 是令到你告訴你 他的確是存在著的 但是這件事 是怎樣理解呢 好還是不好 同修 但始終一個人 肉身不可以 有一個靈體共存 但其實不是的 其實在靈界 我問的一些師傅 其實靈體 可能有些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其實不要經常覺得 靈界的朋友 是一定不好的 其實他們可以幫你的 例如很多人說的 五鬼運財 甚至大家 可能家裡有拜神 可能你拜地主 其實地主 他不是神仙 其實他是一個陰神 有些有地位 有地位 好像我們人的 駝地 他也不一定會害你的 反過來他 如果他幫你的時候 你可以買多些製品 或者各樣的 其實都是一個 互衛互利的 等於我家裡 以前 我們試過 我做銷售年代的時候 我真的試過生意不好 而求我的地主的時候 我看著他 在我的地主 是有一段 煙嗎 一個影 一聲 然後我爸爸說 行了 你的客人 談了這麼久 都不來簽 他今天下午會打給你的 真的 那個客人真的打來 蘇先生 我要 我跟你達成這段 而那個客人 到今天 也是我的朋友 他知不知道 之前有件事發生 當然不知道 現在就知道 你求了地主 就是這樣 你會覺得沒有問題 如果他真的跟你有緣分 我們有朋友說 音的正常會議 其實不是 如果你說 如果有音的時候 他為什麼會令你又熱又冷 不是你的人 而是室內的氣溫 他不能動到你的人 他可以去控制 影響 對 去告訴你 他的存在 如果真的 在你的身上 他的衣服 他不一定是上身的 衣服 就一定是很冷的 那種動拍 不是很難表達 不只是打爛陣 那種感覺 是你會全身發抖 一下子 所以就不是很難遇到的事情 那你的朋友 本身不知道有一個共修的靈體 他不知道 他醒了之後 就覺得 有這樣的事 做什麼事 現在知道了 他知道了 他怕不怕呢 他身體上有這樣的東西 或者他不想接觸這些 也不會 有不會 他是一個比較樂天的人 是嗎 沒有這些事情 他就覺得 他又搞不了我 我又沒有搞他 沒有所謂 所以其實我經常覺得 我們節目的朋友 不要覺得靈界的朋友 是一定不好的 如果你跟他們溝通到 其實大家都是一個 一個眾生 可以互相幫忙 好 OK 不過這樣 我的看法就是 我都盡量不要有接觸的 對我來說 我不知道他將來 他要求我什麼 我給不到他 即是無法滿足 有一個差距 落差 我不懂怎樣處理他 我都寧願 我們算了 我們 犯犯之交 保持距離 保持距離 我會這樣想 我看法是 我又覺得 所有事情 其實都是一個過程 或者他有緣分 和他有緣分 西方新年代 其實每個人都有指導靈 在你身邊 如果用指導靈去說 你又覺得 好像可以安全一點 即是你覺得天使 好像沒什麼所謂 那你就有他在 因為天使會 向你走每一條路 他可能跟你同修 也不奇怪 其實可能是 說真的 我經常都說 以利益角度 以商業角度看 如果他要在你身上拿些東西 你都沒有東西 他怎麼拿到東西 他當然要令你好 才能拿到他所要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不需要每次這麼害怕 如果他會 第一 你們會覺得 因為你對他都敵意了 他當然會馬上敵意你 其實 我又不覺得 可以這麼害怕 這是回運夜教的 你不記得回運夜教嗎 是的 是的 就等於從小到大告訴你 鬼是恐怖 那你就會害怕 如果從小到大告訴你 好像Hello Kitty 那樣可愛 可能你很喜歡 是的 即是要教育 好的 多謝Ivan 分享了你的經歷 回來之後 我們會追蹤 兩宗個案 剛剛這個星期初出現 有即發誠少本 跟我們講回這件事 好 回來見 好 好